哈喽大家好我是二姐 很多朋友买了咱家的红薯粉条 除了做会菜不知道怎么吃 今天我给大家分享一个新的做法 大家看看我是怎么做的 准备300克红薯粉条 加入温水 开火将水给它烧至微开 将水煮至微开 有点烫手这个温度就可以了 关火 盖上盖子焖20分钟 将粉条给它泡制 用手能够轻松的掐断 像这样就可以了 给它装到一个大一点的盆里 泡好的粉条用切刀给它切一下 在盆里切防止粉条 给它到处烹溅 将粉条最后给它切成这种小段 也不需要太碎 像这样就可以了 切好的粉条中打入两个鸡蛋 加入一勺食盐 一勺孜然粉 先给它搅拌均匀 拌匀之后加入150克的红薯淀粉 200克的普通面粉 再次给它搅拌均匀 最后给它搅拌至这种比较粘稠 不是特别干 这样就可以了 再加一点熟油 再次给它搅拌均匀 加油做出的丸子更酥脆 炒锅 炒锅烧干 加入食用油 适量的多加一些 用一根筷子来测一下油温 筷子周围有密集的小泡就可以了 把火调小 下面咱们开始做丸子 放入油锅 这个丸子不用做太大 丸子全部放完之后 就可以把火调大 将丸子反复炸至金黄 丸子炸至金黄 像这样就可以出锅了 装到大盘里 炸好的丸子是焦香酥脆的 我来尝一下大家听一下声音 咱们来做点丸子汤 碗中加入葱姜末 香菜根 来点食盐 胡椒粉 老陈醋 生抽酱油 香油 烧一锅开水 加入到碗里 放入丸子 再来点香菜叶 搅拌均匀 刚做出来的丸子汤 也是焦香酥脆的 真的是太有食欲了 丸子汤做好了 咱们来尝一下 先吃个丸子 嗯 丸子也是特别脆 这个汤特别鲜 微微的有一点酸 真的特别的好吃 用红薯粉条做出来的丸子 真的是特别的好吃 焦香酥脆 直接吃做汤都可以 如果你也喜欢 赶紧试试吧 本期视频就到这儿 喜欢我的视频请点击关注 谢谢大家 咱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